新议员李正文针对了原住民的文化遗址 主语、原住民的工作职缺、流浪狗处置等议题 向相关局处表达关切 尤其是即将在下半年要登场的原住民联合风联节 尽管近期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不过如何在举办的环节上有详细的防疫措施和宣导 他认为一定要超前部署 让参加的观光客及部落族人可以安心 紧接着在现议员出光明之后的是现议员李正文 向文化局、原民处、社会处、农业处等 关切权限遗址、原民文化、东大门摊商纾困专案 流浪狗处置等议题 针对即将在8月登场的原住民联合风联节 现议员李正文表示 适逢防疫期间 尽管国内疫情趋缓 建议县府应该要超前部署 提前宣导防疫措施 今年真的要办这样的联合风联节 似乎要先把所谓的防疫的这个部分的措施跟做法 一定要超前部署 这样的话让参与的观光客在人身安全上没有顾虑 再来就是在部落的部分 可能我想我们虽然在电视里面也看到了很多防疫的宣导 但是实际招作的部分 部落可能在这个部分 非常的深疏 但文件站的部分 当然在这一块的这个SOP的部分 跟防疫的做法的部分 已经有它的经验了 所以这个部分 在部落的风联机的部分 有赖我们原型处 花蓮县政务原型处 在这个部分 还要做所谓的行前教育 也就是在活动之前 可能要再做这个防疫的宣导 或者是积极的教育 教导 我们部落在这防疫的这个部分要做好 这样的话 我们今年的风联机 才会非常的丰富 每个来的观光客 也会非常的安心 原定在7月举行的 原民联合风联节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延后到8月21日至23日 周五到周日 目前我们都积极跟各部落在了解 目前我们花蓮县 大部分的部落风联机 都是会举行的 只是有些部落 非常就是防疫工作 所以他们在办理的方式规模 会做一些些微的一些调整 原民处长陈建春表示 除了大使联合风联节 多数部落的风联机 将会照常举行 适时调整并加上防疫措施 若部落有特别注意事项 将会公告在宪服网页 值半前来参加的游客 能尊重各部落的规定 兵主尽欢 记者长帮彦华联师报导